YO!我是波子 和Muffin 想玩這個呢? 叫動力鯊 這是什麼來的呢? 好! 一袋藍色的鯊 一扎帽 垃圾 還有一張說明書 咦? 拿到出來 這個動力鯊是這樣的 正常的鯊應該是很乾的 它有點像黏黏的 好像沒有麵包乾的感覺 但是只要把動力鯊 塞進這個帽子 就可以砌出一塊磚頭 很好吃的 嘩! 捉出來了 是拿得上手的 這些鯊的成份就是98%是普通的鯊 2%是直油 混合完之後 它是一個不會乾 又不用加水也可以玩的泥鯊 很熟悉 我會把水手拿放在後面 約8%的 你繞的 他吃竹子 他吃你 就是 你能不能吃 ! 你能吃水 為何決定要更高一點 好了,我現在要拋高了 放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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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塊 9塊 10塊 我以為真的很硬 好了,我知道我應該跟上它的版面 放起一個差不多樣的真正的樓 嘿呀 這裡加個窗口 這裡加個窗口 感覺上很完美,很滿意 哎呀 掉了窗口 喂喂 好像在牙齒中 哇,很難啊 我猜會不會因為沙太濕 傳說中說沙就算吹也不會飛走 所以我試試拿個風筒來吹一下 我試試拿個風筒來吹一下 真的不會吹走的 膠帽就會吹走了 看看這次的牆會不會硬一點 玩得上去了 玩得上去了 撐住 好了,今集玩了很久 結論就是 快點的,根本起不了 我只想起了一層的樓口 是Photosop出來的 Photosop出來的 Photosop出來的 但是是挺過人的 它們始終可以 像倒模一樣 把牆倒出來 好了 那今集玩了這麼多 喜歡大家Like、Subscribe 如果想玩的話 可以去試一下 玩一下 但是 我就有點後悔 因為 不夠沙的話 其實不夠好玩 始終是一塊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Muffin醒了 我們起完了 Muffin 拜拜 九二不滿 小饅頭一個 小饅頭兩個 嗯 好像有些不得了的 放在一起 先拿走 還是 你 這個 就沒命 那 就是 你 什麼 你 沒有 沒有 我 沒有